如果你看到花园里有白色的蝴蝶飞舞 那就该提高警惕了 这些是菜粉碟 正在寻找可以产卵的菜叶 其实同时期还有其他的碟或鹅子也在做同样的坏事 它们的虫卵在几天后就会变成毛毛虫 开始啃食菜叶 并且偏爱十字花科的蔬菜 比如白菜青菜甘蓝菜花之类的 成熟植株的叶子还能让它们啃一啃 但小苗遇到这样的虫子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真不能掉以轻心 各地菜青虫危害最大的时间表不一定一样 大多在气温20-25度的春秋两季 正是喜凉蔬菜的适宜生长季 我这里加州九壁 九十月是各种毛毛虫最猖狂的时期 特别在秋季育苗的时候 嫩嫩的菜叶很容易就招来很火 看这些被咬成光杆的小苗 真是可怜 赶快采取行动吧 手动灭虫直接了当 但需要时间和好眼力 而且更难发泄虫卵 这时候就需要一次急救措施 喷药杀虫和卵 感谢农业科技给我们提供了有机的杀虫剂 现在屏幕上的这两种都是Almary认证的 左边是BT 它是细菌杀虫 对人和动物都无害 只作用于毛毛虫 右边这种对付毛虫也非常有效 主要物质是Spinocid 中文翻译成多沙酶素或多沙菌素 是从一种多包菌发酵液中提取的 无公害高效生物杀虫剂 因为抗药性的原因 如果你经常喷药的话 就轮换着用不同种类的杀虫剂比较好 食用时请一定按照说明书来做 今天我就用BT 配方是4个Tisbone对一加仑水 用之前要摇匀 我只需要用在菜苗上 配个几百毫升就够了 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量 计算一下剂量 配好杀虫液 就直接喷在叶片上 正面背面都要喷到 菜粉碟往往喜欢在叶子背面产卵 刚好看到有一个虫子 我就放地下给它喷了喷 药效非常快 没几下虫子就不动了 几分钟后就被蚂蚁包围 这样做可以一次性杀死现有的虫子和卵 不过菜粉碟还会不断飞来产卵 虽然这些杀虫剂每隔7到10天可以重复使用 但我还是更趋向于尽量少用 因为它们也可能杀死其他义虫 多少会破坏你家的小生态环境 所以接下来我会采取物理隔离的方法 用防虫布将幼苗保护起来 你也可以从育苗开始就直接这样做 但如果已经发现了虫子 很可能虫卵还在里面接着孵化 所以这次我就歇杀一次虫 然后再做物理隔离 我这个很简单 就是用几根棍子 然后用夹子夹好防虫布 如果面积大就需要做架子来支撑防虫布了 防虫布的选择有很多 天气热的时候就选用透气性强的 天气凉爽以后就可以直接用防冻布了 总之有击杀虫剂和防虫布 都是对付拆青虫的有效手段 看看哪个对你更合适吧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